而且最重要是营养美学产品 那个浓缩食品继续在我的身上说话 他除了治好我的群麻疹 他还把我两个花名拿掉 那两个花名呢 这里有点我们新加坡的人叫Paisé 第一个花名叫臭屁王 为什么他们叫我臭屁王呢 是因为我有十多年的便秘问题 我的便秘严重到五到十天上一直撤刷 如果能够体内累积那么多毒素 那么多杂乎的话 你能够想象那个屁有多臭吗 所以我真的跟我一起住的妹妹 真的很可怜你 不好意思 把你训练那么多年 然后我第二个花名叫丢丢 丢丢你们可能不会听 客家人就会听 丢的意思是下垂的意思 以前的我超不喜欢拍照的 现在你看到我蛮自恋的时常拍照 因为我以前没有拍到照 现在我要拨回来 其实我的两个眼睛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下垂的 所以我每次拍照我就开始骂人心情不好 为什么每次把我拍到那么难看 他们讲你就是这样 我叫你张眼睛 你不张我讲我张了 他就是这样 长到最大也是这样 所以我就把这个丢丢的名字拿掉 现在他们已经好多年没有叫我丢丢了 除此以外 他也解决了我的假简问题 然后皮肤也变亮了 以前我的皮肤很黯淡的 然后这两个法令纹变迁了 人也变得精神了 所以营养美学浓缩饰品 这个科学真的是太棒了